大家好,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 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 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 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 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皇帝内经曰 夫沙尔经脉者,人之所以生 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智,病之所以起 喜欢养生的朋友就一定知道 经络通畅对于人体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人体的经络只要通畅了,人体就没有病痛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可以通过经常拍打身体的经络 来达到养生、排毒的效果 人体的经络是人体内连脏腑、外落肢结、气血流经的通道 如果不够通畅、发生淤堵 人就容易生病 生活中,总有人感觉浑身不适 但又没有明显的疾病症状 很可能是经络不通造成的 这里总结了几种经络不通的表现 我们一测便知 四个表现说明经络不通 一、捏肉感觉痛 通则不痛、不通则痛 随手捏起身上的肉 如果有明显的痛感 则表明经络不通 这是因为气血流通不畅 肌肉的柔韧性降低 对疼痛的敏感性也会增加 人体经络均有一定的走向 如两腿外侧的胆筋、两臂内侧的肺筋等 可沿着筋络循行轻轻敲打、按摩皮肉 有利于舒缓肌肉、疏通筋络 二、舌下色深暗 舌下脉络浅薄、丰富、易于观察 是中医舌向诊断的指标之一 若舌下脉络色深暗 脉管路张 是气血不通 于血停滞于脉管所致 平时可多暗柔、内观血 有补益气血促进循环的功效 三、过血不明显 上肢的检查方法 用一只手攥住另一只手的手腕一分钟 然后突然松开 若有一股热流直冲手指尖的感觉 则说明经络是通畅的 反肢则经络气血运行欠佳 下肢的检查方法 身体平躺 用手按压腹骨勾处的动脉一分钟 猛然松手 如果有血冲到脚趾尖的圆筒状热感 说明经络气血流通良好 反肢则经络气血流通欠佳 腹部有重要的内脏器官 健康人平躺 腹部应当是凹陷的 若平躺时腹部突出 失气血经脉不通 睡湿、弹饮等淤质的表现 以胖人多见 腹部学位较多 诸如气海学、观园学、神雀学等 可经常爱酒或刮沙 来驱寒除湿、心细通筋 经络不通、百病从生 明察经络不通后 应及时进行适当运动、按摩、热欲等 以促进气血流通 深发阳气、畅通经络 养生最宜拍打经络 一宗经见记载 气血欲致、为肿为痛 以用拍按指法 按其经络通欲臂之气 适当拍打经络 可以使气血运行通畅 气血旺盛 身体的五脏六腑 四肢百骸都可以得到充分的乳药 每天睡前拍打肺经、大肠经、胆经 可以补肺调肠 改善肺功能、调理肠胃 还能输肝理气 从而缓解焦虑、改善睡眠 可及到养生防病的目的 具体操作位置如下 一、足少阳胆经 内经约 胆者、中正直观、决断出烟 凡十一脏 皆取决胆也 胆经进行胆质的清晨代谢 让胆质更加清新 胆经不通 常表现为口干、口苦、偏头疼、容易经济 善叹息、变糖、变蜜、皮肤尾黄 消化不良、关节痛、脂肪瘤 弹湿、节节、积聚 胆的功能强健、绝断力强、中正无私 若胆经淤堵 就会出现焦虑不安、优柔寡断的行径 足少阳胆经一泻 因往上排 拍打时从大腿外侧风逝学 沉间垂手中指尖所在处济室 自下而上 拍打到胸鞋外侧 逆经拍打可疏肝力胆 调畅气机 拍打顺序 腿外侧到躯干侧面 到近侧后方 二 受胎肺经 内经语 碎者向腹之官 质节出烟 肺已经把肝脏已经代谢好的血 输送到身体的每个角落 叫肺潮百脉 肺经不通 常表现为 怕风 易汗 咽干 咳嗽 过敏性鼻炎 皮肤干燥 容易过敏 动则气短胸易 面色无华 早上三到五点一醒 且肺经淤堵的人容易悲伤 疏通此经络 可以减低悲伤情绪 找回正向能量 受胎阴肺经移补 要往下拍 拍打时 由胸前为十点 拍打至 手大瑜伽 顺经拍打 可调补肺气 改善肺功能 拍打顺序 胸前 到 手臂内侧 到 大拇指 孔醉学 瑜伎学 是肺经上相对来说 最容易瘀堵的学位 睡前可多 暗柔它们 三 受阳明大肠经 内经约 大肠者传道之关 变化出烟 大肠是人体代谢产物 排出的最主要途径之一 若大肠功能失常 则会出现便秘或泄泄 进而可能导致 邪气拮据或过剩 以及经液的损耗 影响人体健康 大肠经不通常表现为 牙痛 头痛 口干 皮肤过敏 清筋 斑点多 肠胃功能减弱 肩周炎 慢性咽喉炎 大肠经不通的人 容易烦恼 无明火 疏通大肠经 能够改善大肠功能 消除这类负面情绪 守阳明大肠经一泻 应往下拍 拍打时 以肩颈部为十点 沿手臂外侧 自上而下 拍打至手掌虎口 逆经拍打 可立时调长 通辅消致 拍打顺序 颈部到手臂外侧 到食指 手法有讲究 力度要适宜 上述几条经络 左右各一 操作时可以 左右手交替拍打对侧 拍打的要领 总结起来就八个字 空心虚掌 手腕用力 拍打时需用虚掌 五指并拢 掌心稍微拱起 以手腕带动手掌 有节律地沿着经络拍打 一般有热 胀 酸 麻的感觉为佳 每条经络 每次拍打两三分钟即可 可以选择在睡前拍打 早晨起床有时间的话 也可以拍一拍 经过拍打 有的人可出现皮下小出血点 沙斑 一般无需特殊处理 只需暂停拍打 通常三到五天 沙斑会自行消退 此后人可继续拍打 温馨提醒 这几类人不宜拍打养生 一 有开放性软组织损伤 如撞伤 刀伤等皮肤破损者 二 皮肤病变的局部 如严重皮肤病 烧伤 烫伤 或皮肤破溃的病人 三 有结合细菌 如骨结合等 四 骨折或怀疑骨折病人 各种类型的骨折 要恢复六个月后 拉筋拍打 五 有严重出血倾向者 如血有病 血脚板减少症等 六 妊娠妇女 七 某些急性传染病 精神病 极度疲劳 过激过饱 醉酒后神志不清 八 心脏搭桥 心脏经过大型手术后 脑出血者 恶性肿瘤 浓毒血症等 九 身体做过手术 体内有异物者 十 高血压患者不能先拍头 十一 脊髓空洞症 十二 年老体虚 极度衰弱 经不起轻微拍打的手法者 十三 急性疾病 如急性胃炎胃穿孔 急性蓝尾炎半穿孔 肠梗族等 十四 各种出血症 如外伤出血 便血 药血等 十五 记 再有拥居的部位拍打 除了视频上方提到的这类人 不宜拍打外 其他身体素质不错的朋友 在日常生活中 可以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 多拍打拍打 我们在拍打的时候需要注意力度 这个拍打力度也是有讲究的 可以分为文拍和武拍两种 就好比是煲汤煎药的火猴 分文 武火一样 文拍是轻拍 武拍是重拍 因为每个人的耐受程度是不一样的 同样的力度 对于这个人来说可能是武拍 而对于其他人就是文拍 所以具体的用力大小 还需要根据年龄 病情 部位等多方面因素进行决定 总的来说就是 不可以一开始就重拍 拍打力度需要由轻到重 祝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 早日排出好身体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唐唐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情感—藏着